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 喬啡啡 激烏腿腿 今天要來開箱 這一包 獅子頭佛跳牆 這一包其實是我最想開箱的佛跳牆之一 因為它裡面不是什麼 魷魚啊 也不是什麼魚刺啊 它是獅子頭 那大家知道獅子頭就是 那種豬肉做的 那種的那種嘛 一圓一圓的那種嘛 我感覺這種東西入佛跳牆好像 完全沒看過這種做法對不對 我覺得獅子頭好像是 就是跟人驕驗這樣做法 有些可能有些高雷菜或什麼 煮在裡面 結果他把它入到佛跳牆裡面 我覺得蠻特別的 好啦 剛好今天寒流來 齁 手臂都手部運動 沒有什麼手部運動啊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今天來放這個熱熱的 獅子頭佛跳牆 來 一樣 2公斤的 大包的 然後它裡面有什麼 水 獅子頭 它就是豬肉跟 喔 馬蹄丁喔 跟上面那個 蟒生鵝跟那個一樣對不對 是不是一樣的東西 蘿蔔甘芹菜 噢 它是說獅子頭裡面有這麼多東西 芋頭 欸 也有芋頭喔 芋頭筍片黑木喔 窩羅肉 鳥蛋 再來就是一些調味料 唉唷 那這包是撩得好 沒有沒有沒有 它都有芋頭啦 這是差點說它的海鮮就是 有那個 油 那個小 那個什麼 牛魚啦 鮑魚魚翅風味就是有那個 魚翅的 那就是差點 差點主要的那個品項而已 其他都差不多啦 好 這包應該放在哪裡吧 應該可以啦 OK 那這樣用這個鍋 好 來把它開下去 每天都要開一包 真的齁 真的體重直線上升 挑出來了齁 欸我煮 我都沒有拿到裡面 我都沒有拿到裡面 我都放在長溫 結果 裡面還是有冰塊 沒關係啦 有冰塊就有冰塊 我們今天是要用煮的方式 所以比較沒有關係 一天去 倒楠夜市 有一個大哥說 嗯 你在開箱 那頭前那都 太久了啦 那看不下去啦 意思說我加這個加太慢啦 應該是吧 我也不知道咧 我敢有加太慢 其實我自己也沒什麼了解 我這個人就是 樂天派 事情過了齁 就 就過了啦 所以說齁 我開箱過的東西齁 搞不好你現在給我問我 沒有辦法把全部都講出來 欸我也覺得這包 料都不一樣的 很大包餒 欸 冷冷吃起來怪怪 稍微 不知道會失贏 好知道這個鍋有夠大 啊我看有獅子頭啊 來 開火 欸你們覺得我在老家開箱 有差嗎 應該沒差啦 因為老家比較亂啦 我想說 太亂怕你們覺得 觀感不好 想說也沒差啦 你們看我吃東西都 走走走 都觀感不好了 這個環境的問題 小事小事 老家就沒有像我台中那麼乾淨了 欸我覺得 他這個佛跳像幾個黏耶 剛剛我現在看就看到了 123 4 4顆 5顆 6顆 喔這麼多顆喔 欸這包的料好像比較多耶 你看這包還有 還有在什麼 魷魚嗎 好燙 這包料為什麼 我沒有看錯 來來來來 我們研究好 獅子頭 鳥蛋醬油 對啊 它沒什麼魷魚捏 怎麼會 喔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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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啦 魷魚啦 爭笑耶 沒事沒事 誤會啦誤會 我想說工廠出錯咧 喔這啦 工廠出錯的 壇子了喔 一包把它放一包包的料有沒有 綜合那種的 喔 這個神奇就是 愛湯這個來吃 冬天喔 你們如果來 來現場就是要買這種 湯類的 雞湯啊 什麼 佛跳牆啊 還是什麼 羊肉爐 牛肉爐啊 喔那啦 鄉鄉覺得辛苦很冷的 隨機湯一包來吃就爽 真的 太邪惡了 那就是董月發說的 太邪惡了 好啦 讓我湯一下 來 現在湯稍微有一點熱了 我把這枯的 桌子裡面這裡弄一下 一樣放回我們 客家人 客家人是客家人 不是下等人喔 不要誤會喔 怎麼剛剛念起來 覺得好像 在罵人家的感覺 客家人的精神 雖然我不是客家人 我是嘉港的 真卡小孩 就像酒吉一唱的 我是真卡拉耶 我是真卡拉耶 真卡松 我等一下把料撈起來 你們就知道 裡面有多少東西了 想不到你們台灣 竟然有賣這麼好吃的東西 這玩意叫什麼 佛跳槍 這是什麼怪名字 你們台灣人 都取這種 七七鬼鬼的東西 要滾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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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始滾了喔 乾淨了喔 乾淨了 跟永廷哥一樣 乾淨了 雖然還沒吃到 但是幸福已經 覺得燙燙燙燙了 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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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了滾了滾了 這個東西到底值不值得 我現在全程 我都要用ABC強調 來跟大家講 來提升我的英語能力 來我今天用這個 這麼大的一個燒子 OK 各位 我們先來撈佛跳槍的部分 一顆 不是佛跳槍啦 獅子頭的部分 三顆 四顆 要死我 要死我 看不到 十顆 該不會就是十顆吧 十全十美 不錯 還有嗎 我剛剛需要說 ABC強調居然沒用 唉唷 芋頭 芋頭幾塊呢 六 夭壽喔 這料也太多了吧 七 好 沒了 換鳥蛋 一二 欸 鳥蛋只有兩顆 怎樣 也是鳥蛋沒有啊 用獅子頭在補就對了 欸 為什麼鳥蛋只有兩顆 還是鳥蛋只是尬起來 藝術藝術 唉唷真的沒了咧 好 沒關係 沒了就沒了 拿鳥蛋換獅子頭也好 今天撩太多了 我看看 魷魚一顆 兩顆 三 這其實是算兩顆 沒關係我們算一顆 三顆 撩一顆 四顆 這算 這算 剛才算一樣 這顆 十五 十六 鮑魚 十七 還不然十七 噢 腰很爽欸 哇 這才塞 十八 十八 好啦 差不多十八 再來這裡的東西 我看就不要逛了 我勾起來你們看 裡面還有很多 鮑魚 木里 鮮瓜 鮑魚也很多 雞尾還有 沒關係我們把雞尾算了 十九 這四顆 我們就不要算了 十九 好啦 這樣啦 驚四人的擠啦 金兩三四五六 七 鮑魚有七顆 你夾我兩顆啦 牛魚二十顆啦 二四六八十 十顆不跳槍啦 我們再包魚算 算算的好了 全關的就不要算了 喔沒有 牛魚這裡還有呢 二十 鮑魚一顆 兩顆 天啊 真的 好嗎 鮑魚啊 鮑魚 當然尷尬這麼多 其實還很多耶 我讓我不要做這樣 十五個 好啦我們嚼一下 大魚翔就好了啦 兆二十多啦 二十多牛魚 二十多鮑魚 二十多鮑魚 二十六 七塊鮑魚 兩個再二 這樣好不好 噢 我爬到我的腰還要走起來了 後面來試吃了 我們準備來試吃了 那我們就來試吃一下 今天的沙啞頭的佛跳牆 沙啞頭一定要來一顆的 然後鵝啊 依照慣例我們的習俗就是要吃最大塊的 鳥蛋 鮑魚 哇鮑魚剛好也是最大顆的 有魚就是你啦 不要跑 被我的鷹鹽燒到你是跑不掉的 這是小料我們就來一點好了 還有什麼呢 剛剛還有收到什麼東西呢 母耳 母耳來 母耳滴滴 你被我想中到了 別想跑 OKOK 試吃試吃 來 我們先吃 啊 我們先喝湯好了 其實佛跳牆他的湯頭我覺得都差不多 但是這一包的蒜味我覺得比較淡一點點 跟我之前那個吃的那個 海鮮風味鮑魚風味比較不一樣 那我們再來吃 吃最重要的佛跳牆好了 來 這個就是佛跳牆本人 不不不 這個就是獅子頭本人 給你們看一下他長得如何 長得跟我一樣啊 帥氣 嗯 嗯 我不得不說 他吃起來有點像貢丸 但是他有佛跳牆的味道 然後他的口感又比貢丸軟 一般我們外面吃到的佛跳牆是那一種 用甜的會散開那一種 但是他這個是不會的 不過他的口感是軟的 比貢丸還要軟 然後吃起來有佛跳牆的味道 柯林依裡面配料沙巴 但是我是覺得他的好吃 我跟你講這個佛跳牆好吃 鳥蛋 不重要的先來 嗯 這個鳥蛋喔 似曾相似 好像跟我上次開的那個 海鮮風味 佛跳牆吃起來好像喔 我好像在講廢話 鳥蛋不就是這樣 再來 我們來吃鮑魚 他這鮑魚看起來很像 十顆一包的那一種大顆鮑魚 看起來很像的 來吃看看 口感基本上是一模模一樣樣 但是他沒有那種整包鮑魚的調味 他的調味是佛跳牆的調味 好像又是在講廢話 沒關係 鮑魚吃起來就是這樣啊 不然要我怎麼形容 再來我們來吃魷魚 魷魚最怕的就是輪 我們一次吃兩片 不然一次吃三片 其實他魷魚切蠻大塊的 對我來說啦 這間三塊 對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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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老話一句 不會很硬 不會很軟 適中 適中再偏軟一點 我感覺阿姨跟人家這樣說 快點換蚵仔 來 看到這裡 來 剖麵給大家看 大概就是這樣啦 好像佛跳牆 我每次吃的講評都一樣 因為他的瓶管控制的差不多 裡面鬆 外面不會爛掉 這就是 慢火熬煮的 才會有這樣的結果 我們再來吃一下 筍乾 嗯 可惡 又吃不到瓜瓜了 不知道哪一天會讓我吃到瓜瓜 一樣木耳也是脆的 筍乾也是脆的 我們還有什麼料沒吃到 幾乎吃片了吧 好啦 差不多了 再喝一口湯 嗯 腹椒都燙起來 嗯 又是空空爐野 空空爐野是不是也有一首歌 我懵懵懂懂過了一年 還似乎沒有任何感覺 不知道有沒有唱錯 好啦 來看一下 它裡面還有這麼多料 真的很划算啦 兩百塊而已 雖然說 每個人的食量不同啦 但是 我覺得這個 十顆 你如果說 裝成十碗 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用我們一般在吃飯的這種碗 裝成十碗 十個人吃 都可以嘗到風味 那就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記得幫我訂閱 叫我推推 叫我推推 那我們就 下次開箱影片見喔 掰掰